全台近日感受到凉意 山区低温吹花 花了泰鲁阁国家公园内的 40多棵老梅树 已经零星的开花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在脸书是分享了花讯 虽然目前只有几朵 但预估会陆续的绽放 到月中花矿会更好 欢迎民众届时上山来赏花 泰管处表示 园区内包括文天祥公园 天祥配出所 天祥梅圆等都有梅树 以梅圆的梅树最多 40多棵老梅树 是当年中横公路开通时种下 树林已经有一甲子 可说是泰鲁阁赏梅的胜地 目前已经陆续 含苞并有几朵悄悄绽放 这边美不美 这很漂亮啊 每年都要来看结果都看不到 今年总算看到 梅花越冷越开花 气温越低 花矿会越好 泰管处估计 只要不受暴雨侵袭 月中后花矿应该会更好 可以持续到下个月初 民众可以在顺花骑上山 将车辆停放在天祥停车场 惬意不欣赏华 记得您结束 优优优优优独立香采访报道